冬天到了 寒冷的天气让人食欲大开 狐狸猫和小树蛙约好 中午要到小树蛙家一起吃热腾腾的火锅 暖心又暖胃 所以狐狸猫一早就去买食材 小树蛙则在家准备电火锅等用具 但是小树蛙发现 电火锅的插头不够长 于是他开始在家里翻箱倒柜 终于找出一条看起来破破旧旧的延长线 并把它接到墙上的插座 到了约定的时间 狐狸猫带着食材过来 看到小树蛙用一条老旧的延长线 插着电火锅的插头 吓了一跳 就连忙将延长线拔掉 他告诉小树蛙 这样用电非常危险耶 这条延长线的绝缘外皮 因老旧的关系都脱落了 里面的铜线也可能已经破损或断裂 这时如果两条断裂的铜线接触在一起的话 就会发生短路现象 因通过的电流大增 产生的高温将会使铜线周遭的绝缘体融化 甚至造成火灾 这就是新闻上常听到的电线走火的原因之一 千万不可大意呀 小树蛙听完后觉得很惊讶 竟然会这么严重 他赶紧请狐狸猫再帮忙看看 家里还有哪边有危险用电的情形呢 狐狸猫四处看了看 发现在厨房角落的延长线上 插满了各式各样的家电 狐狸猫和小树蛙说 当流经电线的电流越大 电线的温度会越高 所以一般插座或延长线上 都会标示能容许的总电流量 也就是让电线能处于安全温度范围内 电线所能承受的最大电流 我们称为安全负载电流 然而我们可以看这些电器上的标示 同样都是使用110伏特的电压 根据前面学过的电功率 等于电流乘以电压 电锅的电功率是660瓦 所以电流是6安培 热水瓶的电功率也是660瓦 电流是6安培 而烤箱的电功率则是770瓦 电流是7安培 这些电器的总电流量 加起来是19安培 但是这条延长线所标示的安全负载电流 只有12安培 墙上插座容许的最大安全电流 也仅仅是15安培 小于这些电器的总电流量 表示已经超过电线的负荷 容易导致电线过热发烫而损坏 严重的话 还可能发生电线走火 所以像这些消耗功率高的电器 不应同时插在同一条延长线上 建议要分散到不同的电线回路上使用 才能确保居家用电安全哦 小树蛙点点头 表示自己会注意 不过每条电线能承受的安全负载电流可能不同 还是会担心发生意外怎么办 狐狸猫拍拍小树蛙的背 其实为了避免电流超过负荷 导致电线走火或电器损坏 就会依电路所能负荷的最大电流量 装配不同规格的保险丝来保护电路 保险丝通常是一种电阻 比铜线大且低溶点的金属合金线 会与电路串联 所限制的电流量 应略小于电路的安全负载电流 因为当电路的电流 超过保险丝规格的限制时 保险丝会因温度过高熔断 并造成断路 这样可避免电器或电路 因过大的电流而损毁 但是保险丝熔断后 要更换会比较麻烦且危险 因此 后来都用无融丝开关替代 装设在配电盘上 当电路的电流超过限定值时 无融丝开关会自动跳开 形成段路 也就是我们有时候会遇到的跳电 这时就要赶快检查 是不是有用电过量的问题哦 等到确认电路问题排除后 只需将开关推回 即可接通电路 是不是非常方便呢? 小树蛙觉得放心多了 狐狸猫接着叮嘱它 虽然电力很方便 但必须要小心使用 因此 我们应熟记五不一有原则 一 用电不超过负载 二 电线不捆绑折损 三 插头不潮湿污损 四 电源插座不常插 五 周围不放可燃物 六 有安全标章采买 此外还要避免触电 像是不用潮湿的手 去触摸电源开关或电器 洗衣机等大型电器外壳 应做好接地措施等 正确安全的使用电力 才能安心享受便利的生活哦 我们和小树蛙一起复习 狐狸猫所说的重点吧 当电线绝缘外皮老旧而脱落 或是电线受到外力拉扯 使插头与电器相接触的绝缘外皮 剥裂时 若两条铜线互相接触 就会发生短路 而安全负载电流 是指让电线能处于安全温度范围内 电线所能承受的最大电流 另外 为了避免电流超过负荷 导致危险发生 通常会装配保险丝和无融丝开关 只要我们遵守五步一有原则 用正确的方法来使用电力 就能维护居家用电安全了哟 最后 动动脑想一想 图片中有哪些危险的用电习惯呢 亲爱的同学 来想想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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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